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亲爱的朋友 新年蒙福 欢迎大家跟我们在新年期间 我们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用一种诗歌来敬拜 我的心呀你要 传送我主 饭在我里面底 荣耀赠颂耶和华 因祂有丰盛的慈爱 眷顾我一切所需 以祂的恩典 使我心灵满足 我的心呀你要 传送我主 饭在我里面底 荣耀赠颂耶和华 因祂有丰盛的慈爱 眷顾我一切所需 以祂的恩典 使我心里满足 祂的恩典 使我心愿能得已知足 祂充满我的力 使我满足 祂的恩典 使我一生的天日 传送我狂鼞 忠性地 악 ARSWERS 為愛 者掀望 祂的恩典 持有丶返全方 传送我燒賂 祂的恩典 恩典 皇ण 平安典 所需 你想饿满足 它是常味 你的莫道典 使我 使他的恩典 我 de Community 传送我 內心呀你要 敬善我主 泛在我里面你 都要成送耶和华 以祂有丰盛的慈爱 眷顾我一切所需 以祂的恩典是我 心里满足 祂赐下美好祝福 是我心愿能得已知足 祂充满我的力 使我满足 祢是我一生的烈日 努力烦恼还痛 赐给我能力 祢赐下美好祝福 祢赐下美好祝福 是我心愿能得已知足 祂充满我的力 使我满足 祢赐我一生的烈日 祢赐下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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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给我能力 如影展翅上腾 主啊 你是使我们 如影展翅上腾的主意 主啊 你是使我们有能力 得以烦恼换动 主啊 在新的一年 你要有新的恩膏 领到你的百姓身上 你有更新突破的恩膏与能力 领到我们的当中 主我们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说 是上帝设立的一个单位 是一年一年 那为什么上帝要用 一年一年做一个单位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 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 不是说我这一辈子 过了几分 过了几秒 而说我几岁过了几年 为什么要用这个年 来做单位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都需要重新来整理 如果用一个月 做一个单位的话 它太快了 用一分一秒做单位 你还来不及消化 所以上帝真是大有智慧的神 祂让人有智慧 知道说一年过去了 所以当一年过去以后 你去回首过去 一定会有很多的失败 为什么很多的失败 因为你现在 跟你一年开始的时候 你的心智的成熟度 是不一样的 很多事情 你在年初的时候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你说了一句话 伤了别人 你也没有感觉 可是经过一年 发生很多事情以后 到了年尾的时候 你再回头 看你当时做的事情 你可能会觉得 真是非常的丢脸 真的非常的羞愧 只要一个人有进步 只要一个人有成长 他就会看到 他在过去所做的事情当中 还有很多很多 是可以进步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来评估 你这一年有没有成长 不是用你的赚多少钱 不是用你读了多少书 而是用你怎么样去解读 你已经走过的 过去的时间 因为凡走过的 必留下痕迹 所以只要你有成长 你回头看 你一定会觉得 以前真的有很多 很多是比较幼稚的 所以你成长以后 你再回头想 你小的时候 走到哪里 都要拿一个毛巾 你现在应该 没有这个习惯了 小的时候 只要有压力 你就把手指都 放到你的嘴巴里面去 现在你不会有这个习惯了 所以当你回头看 你会知道 有很多你以前会做的事 你现在不会做了 所以这就是改变 让人有改变 让人有成长 那你知不知道 成长的动力 从哪里来的 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成长 到了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他有能力 把旧的丢掉 为什么他可以说 算了 过去的就算了 没关系 我们从头开始 每当一年的过去 跟一年的开始的交界 上帝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上帝放了盼望 这就是最大的秘诀 在年与年当中 我们会许愿 你会放一个新的盼望 在你的人生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 其实很简单 只有一节 罗马书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就是上帝是 使人有盼望的神 意思就是说 你以前可能没有盼望 但你如果认识了这个神以后 你要大有盼望 为什么认识神会大有盼望 因为你所有犯的错 谁能为你承担 你没有认识神以前 你要自己承担 没有人要为你承担 但我们认识这一位 圣经里面所说的 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神 这个神的特别的点 就在于 祂愿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 祂能够承担你一切做错的事 所以你要学会 把过去一年说错的话 做错的事 做错的决定 得罪的人 所有你说错的话 你的嘴巴 你的眼睛看了不该看 你的手做了不该做的 你的脚去了不该去的 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都来不及了 人生不能重来 那怎么办 人生不能够重来 人生只能够把过去的 通通交给上帝 让上帝来处理 让上帝来更新 一个人如果你所做的错误 你没有付出代价 你是没有能力往前走的 因为你总是要继续偿还 过去所亏负的 所以就算是银行 他也懂得一个观念 他在年度的时候 还有时候需要打消呆账 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回不来了 我认了 所以我就认裂一个损失 说去年有一笔钱 我借出去 但是我收不回来了 这个账 我必须把它打消了 如果你不能够 把这个账清掉 你新的一年 你带着负债往前走 那你很多事都不要做了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认识上帝以后 你有没有意识到 上帝是使你有盼望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来做的 第一个祷告 说神啊 都是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不要再被过去捆绑了 我们要忘记背后了 神使你有盼望 但是你要先承认 有很多你做错的地方 很多你自己觉得 你应该是不够成熟 不然怎么会这样 一定有一些 我自己没有发现的错 我自己不知道 我这样做是错 我知道我就不会做了嘛 我不知道 可是怎么会 这个结果呢 你就是要交给上帝 然后你要跟上帝说 求你指教我 新的一年 我有更多的突破 所以我们先来祷告 说我们求神 让我们把过去这一年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尤其很多的挫败 尤其很多的无奈 一年一年的交界 就是一个清理的时间 不要把过去的 再带到未来 我们先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仰望 主耶稣帮助我们 你是使人有盼望的 你是使人有盼望的 带领我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知道怎么样 所有的眼泪也要擦去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走新的路 主耶稣帮助我们 你要带领我们 走新的人生 主耶稣帮助我们 来到祢面前感谢祢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主啊祢在石架上 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使得我们可以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主我们向祢祷告 若是在我们过去 仍然有一点一滴的事情 捆绑着我们 牵绊着我们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 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学习放下 我们学习let go and let go 主啊主啊求祢成为 我们的帮助 求祢帮助我们 把这一切我们 就卸在石架面前 卸在祢的脚尖 主啊我们自己 是无法担当这一切 主我们唯有 恳求祢来成就这一切 主啊成为我们的负担 成为我们来负担这一切 我们仰望祢 主啊主啊 你看我们在哪里软弱 我们就宣告 我们在哪里要得着刚强 我们宣告在这新的一年 是极有盼望 极有盼望 因为在祢的里面 我们要来与祢同行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先为着过去这一年 主啊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不论去年过得是丰盛 还是有缺乏有困难 主啊主我都来到祢的面前 献上感谢 主啊主 谢谢祢 不管景况如何 祢都给我们盼望 主 特别的为着 在非常艰困的景况 景况当中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主 你说 江残的灯火 祢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 祢不折断 主啊即使那个盼望 好像完全看不见 主在灵里面就是有盼望 为着这些弟兄姐妹 来到祢面前祷告 主啊主啊过去的这一切 我们归零 主啊我们不再看 我们不再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 不管那个困难有多么的大 主啊帮助我在今年里面我们的焦点 定睛在主祢的应许 定睛在主祢的话语里面 主啊因为祢给我们够多的盼望 祢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们专心的来跟随祢 主啊也恳求祢打开天上的窗户 主啊祢将那个福气 倾倒在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啊让他们知道 只要他们来到祢的面前 永远都来得及 在祢的里面永远都有出路 在祢的里面永远都有盼望 这是祢赐给我们的恩典 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那什么是盼望 神给你的盼望是什么 你说对宣告神啊 今年我要赚大钱 今年我的病要得医治 我要更健康 今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所有看得见盼望 就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所看得见的呢 你说我今年我已经订了一台车了 我好有盼望哦 那个不是盼望 因为你已经买了 它一定是你的 所以那个盼望 真正的盼望 不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人不能够把盼望放在钱的身上 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源 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需要上帝了 你说我今天的盼望 只要有钱我的问题就会解决 所以钱就成了你的盼望 你说我只要身体健康 我什么事我都能够做 那健康就成了你的盼望 No 亲爱的朋友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做牧师的接触到太多太多人 他们没有金钱上的困扰 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别的困扰 而当他有很多钱还有困扰 那麻烦就大了 因为他的困扰一定是钱解决不掉的困扰 你知道很多人是身体很健康 他的问题不在于健康 如果他生病了 搞不好还不会惹出这么多祸呢 那就是因为他很健康 做了很多很多不对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一定要懂一件事情 外在的东西不是你的盼望 不是我长得更高长得更帅 一个男生长得更高更帅 里面没有改变 那只是害更多女孩子受害 不是这样吗 所以真正的盼望是什么 真正的盼望就是你需要一个神 神知道你哪里需要改变 这才是盼望 就是神知道哪些是你的需要 他会针对你的需要去调整你 这才是人生的盼望 人生的盼望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人生的盼望是 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 是神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才是真正的盼望 人生的盼望是 就算神没有照你的方式去成就的时候 神说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现在就是要你学习 那这就是一种盼望 你永远不知道 上帝明天给你的是晴天还是雨天 你永远不知道 神摆在你前面的 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福还是祸 可是不管前面怎样 保罗说祸有余或不足 我都无所谓 因为我的里面很有盼望 什么盼望 不是说忍一下等一下就有钱了 不是那个盼望 因为那个盼望 你不是把神当作盼望 你还是把问题解决当作你的盼望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新年期间 我们不是要大家说祷告说 神把你的我这些问题你都拿掉 我就好了 No 这些问题拿掉还有别的问题 所以声音上说 我们要定心仰望在神的身上 因为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所以你的盼望是什么 你的盼望就是神 你的盼望不是神所要做的事情 你的盼望就是这位神本身 上帝就像一个教练一样 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就算你是一个多么厉害的球员 你也需要教练为你设计战术 人总是需要教练 再厉害的人都需要教练 我是拳王我也需要教练 我是一个赛车手我也需要教练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你都需要一个教练 因为我们都会有盲点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你的盼望 千万不要把盼望 放在世界上的名利地位物质享受 这个车子房子 所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些 因为世界上的人 他广告的时候就告诉你 你有了这个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都要搞清楚 你有了拥有一切 你还是会有很多别的 你自己想不到的问题 所以你的盼望就是 有一位神会引导你解决问题 有一位神会帮助你面对压力 有一位神会给你智慧 有一位神会在你不行的时候陪伴你 那这才是你的盼望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新的一年 你的盼望就是全心仰望神 我们一起同神来祷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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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定静在你的里面 定静在我们跟你的关系 主定静在我们对你的认识 不是定静在外在的这些事物 求主来带领我们来 求你来的 主要带领我们的 有我们的联系 有我们的联系 今天就在我们的内心 结尾巴子教 是的主 爱我们的父神 一早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的眼目 再次定睛转向于你 主要社主 并且是脱下脚上的鞋 主要社主 特别在过去一年的当中 主要帮助我们有许多的省思 主要是主 常常有许多那些世界的价值观 主要或者是那些的娱乐 或那些的想法 主要那些的判断 或主要那些的感受等等 主要影响我们 牵引我们 沾染我们 主要是主 或者是对于名利富贵成功 失败的那些的想法 主要是主 我们不知不觉主 我们就陷入在其中 主要是主 我们也用世人的眼光 在看自己 也在彼此在那边比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能够脱下脚上的鞋 主要是主 能够分别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是主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能够用你的眼光 来看待这一切 主要是主 即便是在患难当中 主要帮助我们 能够有那样子一个恩典 主要是能够胜过 那患难中的困难 仍旧能够大喜乐的那样子 一个盼望 主要是主 谢谢你 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主要是主 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主要是主 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再来仰望向你 主要是主 知道主 你必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 谢谢主赞美你 主是的 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你的里面 主啊当我们定睛在你的里面 你就用笑脸帮助我们 主我们向你献上仰望 主啊也许在这地上 我们常常会喜欢看那些 身边看得到的人 看得到的东西 食物 但是主啊那看不到的 我们有时候就会恐惧 我们会去抓 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时候 你就要悔转我们的心 因为盼望是看不到的 我们就要用信心来行走了 主啊求你就要加添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有那个信心 往这条盼望的路上去行 主啊你并用恩典 带领我们一生一世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以后 后面他就讲神怎么做了 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说 神就会因为你对他的认识 这叫做你的信心 赢着你的信 神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都赏赐给我们 这里并没有说 赢着你的信 神就将各样的财富尊容 No 当然神也会给 但是一个人有了财富 并不等于他有喜乐平安 所以神干脆把那个最宝贵 最直接的就直接给你了 因为你有钱也就是为了 要喜乐平安嘛 不是这样嘛 我有很多的钱 就是为了让你建立有安全感嘛 那神说那这样好了 你不要管有没有钱 我直接把安全感给你 你说这样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 直接就这样 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这里讲的是充充满满 让我们的里面满了盼望 虽然外面看起来很糟 虽然可能这个新的一年 不晓得国际的局势 天灾 人祸 环境 经济 政治 可能都充满了变数 但神说 没有关系 因为不管外面怎样 你的里面 你的心里面最深处 已经有了什么 平安 喜乐 所以 那个里面是拿不走的 外面怎么样 它动摇不了里面 所以神说我直接放在你的里面 使人有盼望的神 他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放在你的里面 当一个人里面有喜乐平安的时候 他一定充满盼望 因为我里面很喜乐 所以外面你动不了我 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影响不了我 喜乐在我里面 每一天我都是活在盼望里面 所以这里就想到说 这是上帝的工作 神就因着我们的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然后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放在我们的里面 这就是上帝所做奇妙的事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底下就是来祷告 但愿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但愿所有的还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都有机会来经历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特别来 为很多苦难中的人祷告 或许就包括我们今天很多的朋友 你自己也正在某一个难解的 解不开的死结里面 我们就来祷告 神有祂的时间 神有祂的方法 神有祂自己的计划 所以我们一起来为这 所有在苦难中在等候的人 求主让他们的里面 不至于失去盼望 求主让他们里面 永远对上帝有信心 我们一起为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有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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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平安 主我们不在乎那外在的动乱 我们不在乎在这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乃是要在乎你的真理 主我们感谢你 主耶和华 我的力量 你是我四围的盾牌 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永远的福乐 主谢谢你 主你告诉我们烦恼苦但重担的人 到你这里来就得享安息 主你告诉我们在你里面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主愿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新的一年 真实将自己手中所感到很困难 困难重重 甚至很重的事情 交通在你面前 主让我们能真实仰望 使我们信心能创始成中的耶稣 我们相信你必为我们预备 因为你是一个华以乐 你是为我们预备的神 谢谢 主我们真是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朋友 我们也为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不认识的人 祷告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不认识自己 我们自己觉得那是我的盼望 可是往往那个不是 但只有你知道 什么是我们的盼望 只有你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 只有你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觉得需要什么 往往是假象 只有你知道 所以你就是我们的盼望 主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主愿你就真的是因信 就将主般的喜乐平安 真是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充充满满 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 使我们每一天活的 都是大有盼望的生活 主我们需要的盼望是什么 你会知道 你会指教 从你而来 与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老高丰 主的名求 祂赐下美好祝福 使我信念能得你知足 祂充满我的灵 使我满足 你知足 我一生的年纪 如云满老万头 赐给我们的命 如云满我的灵 你知足 如云满老万头